然後我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我跟你講它是 我這樣睡覺用的 為什麼 這樣 養潤水 養潤水 晚上睡覺前滴 你早上起來起來 眼睛就不會乾乾的 對 確定好大膚 你剛剛是睡前公租起床 對喔 旁邊有金金金小鳥那年 這個可以嗎 YES OH NO 這個我已經常常滴了 不行 有呢 我真的遇到一個病 它在包包裡面 就是放了一瓶很大的一瓶 然後那一瓶是做過敏的一個狀況 結果它的 它那一個是類固醇的 可是它已經一個月前拆封它 它其實是滴過了 它就覺得說是不是我點得不夠 它就 越點越糟糕 它的那個感染就越來越擴大 那個已經整個 就是感染到整個眼球 非常的嚴重 非常非常的嚴重的情況之下 到最後它整個是挖出 挖出 帶點越來越是新鮮事 幫妳解決所有事 歡迎收看 恰恰的董事長 歡迎我這邊的來賓 歡迎張琳 王思佳 大文 吳以萱 以及醫藥記者洪素卿 嘉義科醫師陳伯承 我覺得現在走在路上 我都覺得很危險 因為以前就是只有便利商店 我會進去逛一下逛一下 現在是不只便利商店 都變得超激烈 好爛 女生的最愛 如果也是 你都要買一些 比別人更新的東西 後來就會覺得 怎麼樣 我有 你最愛了 對 我老婆很愛 像我們下個禮拜要去首爾 最期待的一個行程 就是去奧利比亞 對… 對 我就說那個是什麼東西 她說是藥商店 好誇喔 完全沒聽過 然後要趕快找一點試做 因為那裡也會花很久 花很久是不是 還是要開名單給他 讓他那個 開清單叫他幫忙買 所以你也喜歡 跟你筆子真的還行 我都是買一些藥品 比方說保健 今天有一些購物 我覺得他們是專家 厲害的 他買的東西真的是 真是瘋狂 我剛才看到他們桌上的東西 然後說 今天是要賣東西 對 你們都買它 超多 我們先從私家開始 好 我真的非常喜歡 而且每一次出去 一定要逛藥妝 對 然後就是一定要買一些 就是看起來很新奇的東西 好 最好是別人說很難買的 對 所以每一次一趟出去 然後你就會看那個排行榜 因為他一定會有那個藥妝排行榜 第一名的就先掃 掃空那個貨價 直接都這樣子 就掃空嗎 他就這樣子 他都買東西 這樣 他都買 而且我都會 就是會要多一個行李巷 才回得來 哇 我記得我每次出去 大家都會花到 快十萬 我都買 買藥妝而已 大戶 我是喜歡有最新的東西 我也是會看 新東西一定要啊 真的 不能輸啊 前面最新兩個字就要買 最新就要買 像我這種 有新的 你們知道這個 這個有吃過 有啊 這個很好吃 這是哪裡的 韓國 韓國的 韓國的 你知道這個很有名 這個是貝果的 對 然後他現在還出 我不是說要最新啊 來 主持人們 大蒜 你哪有口味 這個更新 因為這個是海鯊 我也是海鯊 海鯊 海鯊 來 好吃喔 好吃喔 沒有... 沒有... 我腳跟妳很好吃喔 大蒜 超好吃 我不是飛過去以後 查說有什麼新的東西 不是 我是在台灣查 現在韓國我最新的東西 定級票 最好吃 然後吃 哇 怎麼吃 這個超厲害 這個超好吃的 真的超好吃的 這個厲害 他最近在飲控耶 飲食控制 但是他一直在吃耶 沒有在吃耶 沒有 好好吃喔 大家去法國 是不是都去逛一些什麼奢侈店啊什麼 但是其實我不是 我去法國 我去逛他們的藥妝店 然後我每次買就買很多 我上次就是不經意的買到 我就是手上這個乳霜 這個妝 有 妝妝間每個人都有 她的箱子打開 一定都有一罐子 對 它這個有分什麼很乾燥機的 它就是妝前你擦上之後 就會很... 就是很保濕 對 然後它很保濕 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那時候我發現這個就是 才幾百塊 可是真的很好用 我那時候快用完的時候 我就很崩潰 你知道嗎 乙薰 你荒唐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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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它有防禦力嗎 它是立刻吸收 它是... 它是立刻吸收 對 我笑到 因為我很怕乳霜 就是乳霜 它滿厚的 真的滿厚的 有些乳霜是你一直擦上 會有一種厚重感 可是它完全不會 它一下就吸收 它看起來很厚重 它擦上去 直接融化耶 對 很香耶 對啊 很像淡淡的花香 那時候呢 我就是快用完的時候 我就很焦慮 因為想說快沒了怎麼辦 然後 台灣現在都買不到 沒有代理商 代購也很少 所以我就拜託我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就是在法國幫我買 然後去找了好多地方 然後終於就買到這個 它還就是專程 阿不該都給你擠很多 妳會心疼嗎 對 有點心疼 然後 然後 等到回來的時候 我還請她吃 就幾千塊大餐 雖然才幾百塊 我呢 是走一個毅力的路線 毅力 就是在幾年前 有一次去泰國之前 然後就聽朋友說 這個 喉嚨噴霧超好用的 怎麼個好用吧 這個真的是要跟妳講 就是 我有個學妹 她那個時候 在郵輪上面駐唱 然後有一天 她就不知道是怎麼樣 她剛剛吹到風 她整個鎖喉 結果 就是有一個 東南亞的歌手借她盆 一盆隔天 又直接上台工作 怎麼可能啊 真的 妳看妳的書籤 是嗎 對 喉嚨鎖起來去再打開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買到 結果我後來就是 我們是自駕 然後大概五天去請買 我第一天在那個 量販店旁邊的藥妝局 買到 但只有兩瓶 我全買 封到 封掉 我就想說 因為我就是 做這行都會喉嚨嚨嚨 對 很奇妙 我一定要得到很多 妳太誇張了 妳要去試駕 然後 你說停就停 對 我買你二十幾罐 然後 我們可以頭噴嗎 可以噴噴它 可是就是 因為沒太多塊 所以已經過期了 過期了 為什麼沒有 我沒有醫師在21年的 黑姐有噴嗎 因為我現在 喉嚨臉癢癢的 那妳試試看 我真的覺得很棒 真的要噴 但是過期 過期多久 過期多久 過期三年 你還用 過期三年了 過期三年了 說的 說的好可怕 三年太久 三個月還想吃 我跟你講 我有去日本買過這個 我覺得比較好用 這個是我在日本發現的 那時候 因為我那一陣子 就是感冒 就是結束之後 喉嚨會很癢 你只要一躺下 就會一直爆殼 然後我每天一直爆殼 我真的超痛苦 我就想說這時候我們來看看 一噴喉嚨馬上就好 就沒有再狂渴 而且它味道相當舒服 那妳可以叫我看一下嗎 你那個是藥耶 他那個 他噴三下 不好意思 這味道不一樣了 滿棒的 可是我有說 沒有啦 你那個是 沒有啦 沒有啦 我也推薦你一個 就是 又過期了嗎 這個沒有過期了 這個一定要存貨 沒有... 有那個企鵝那個 這個我那時候有用 然後我回來一查 它是 如果你太常噴 你這裡面黏膜會受損 這個沒有 都還你... 一個過期了 一個美膜受傷 醫生你看一下它這個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它是像酒精 點酒 它是點酒 點酒現在很少人在用了 為什麼呢 因為點酒它會殺菌以外 它也會把正常的細胞一起殺 好快一起殺 真的 所以如果妳有一些傷口的部分的話 噴過多或濃度過高 它很容易就會導致妳的傷口 沒辦法愈合 另外一個部分 會出現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這個顏色常常會出現 所以妳的喉嚨就會變色 會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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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我們真的只是想買 但妳到底知道它有什麼樣的成分 妳了解它嗎 什麼方法是對的 今天那邊吹吹調查 已經幫我們準備好了 四大類型的 我們現在揭曉 第一個 外用藥品 外用藥品 尤其是小孩子的 妳知道這種 像小孩子的 妳真的是溫馨的媽媽 妳看 妳看 像這種 韓文貼有沒有 真的不小心被咬了怎麼辦 有的時候它會癢 它就會抓對不對 妳就請出它最愛的寶寶 然後給它這樣貼在它的這個 癢養的地方 然後它會有那個 冰涼的感覺 小孩就不會去抓它 我是因為很喜歡去戶外 然後有一次我去花蓮的時候 你們知道花蓮最可怕的 我的天啊 小黑龍 小黑龍 後來我發現這個是超級厲害的 它是噴蚊子的 然後可是它厲害在哪裡咧 你說看到蚊子噴它那樣的 我跟你講 它是在一個空間裡 譬如說我現在要進去這個空間了 然後我進去之前 我就可以這樣 先噴 進化一下 然後 然後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要在沒有人的地方噴 對 對 對 你不能吸 可是它還有花香 它真的是給你吸的 你那個應該是環境用藥吧 對 你要在空間那時候 要密閉三十分鐘 對 但是要再打開來通風 沒錯 人才可以進去 我還特別感到香香的 然後進去聞 好 這個錯了沒關係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這個是冰涼 那這個總可以了吧 那它有時候都需要吧 我跟你講 因為它是噴起來會涼涼 這可以噴身體了吧 這可以了吧 上面有寫嗎 上面有寫嗎 有 它寫雞 雞的涼快 不只讓你涼涼 它也可以防蚊 它有寫文 我是看不太懂的 它就寫爽快 它還可以防蚊 我寫文 你寫文 它寫文 它寫文 它畫北極熊企鵝 是什麼意思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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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方企鵝跟北極熊 是不是 OK 我要問一下專家 這真的是可以 一直常噴在身上 你覺得這是OK 還是不OK 請舉牌 這中間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在使用的過程中 都不知道怎麼如何正確的使用 然後有時候會常常 過度的使用 像那個貼的部分 去避免它癢的話 通常會含有一些藥物 我們最怕的藥物就是 類固醇的含量 那在小朋友身上 會影響它的內分泌的一個發展 可能它會跟你限制說 你一次最多只能貼一張或兩張 可是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他被盯了好多地方 好可憐 我就一次把地方都多貼多貼的一個情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在貼的過程中 很多人會忘記一件事情 把局部先清潔乾淨 很少人會在抓癢的情況 你說少這個動作 他要之前先把它清乾淨 沒有錯 一直發掘到它癢 可是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釘咬到它 或者是要碰到什麼東西 是過敏的 它可能還有一些殘留在上面 或者還會有一些菌在上面 你要把東西敷在上面之前 你要把它清乾淨 才能敷上去 所以要先酒精消毒 一定要酒精消毒 或者是清水 至少要洗過之後才能夠貼 小朋友如果被蟲蟲咬之後 我們最怕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因為你會發現有時候你咬 明明就小包 它咬就好大一包 對 那是因為它的 老實說過敏反應 有時候沒有辦法 用這個貼貼是沒有用 貼上去之後 有一些是有幫助 為什麼會舉一半 是因為 小朋友的傷口最怕 他把它抓到破掉了 不會感染 對 所以貼上去的好處是 他們通常會覺得很有趣 就只會看圖案 他不會抓破它 所以還是有幫助的 剛才噴那個環境的部分的話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是含有菊花的萃取物 它對人類是不會有殺傷 它會有點香味 可是如果你的環境有寵物的話 它會致命 對啊 你要噴一下 你有養狗養貓的 你不能在環境裡 有養貓 很快丟掉 快丟掉 我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真的就是因為 就噴了這個之後 把他們家的狗殺死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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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張明妳有什麼 妳覺得很厲害 我們平常很容易 就是拿紙的時候 是不是會割傷 對 或是我們自己在那邊 夾那個底指甲 或燙到額頭 或墊酒棒燙到 然後這就紫雲膏 我覺得 有用 因為就是稍微這樣子 你看又很好攜帶 然後就用在你的燙傷的位置 不管是燙傷 刮傷 擦傷 不然就是像這種 液體OK蹦 就是這種有沒有 你只要有一點小傷口 然後你還要 洗澡或什麼 就直接把它塗上去 所以這兩個專家覺得 抹上去之後 不行嗎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抹的 或者你手上拿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不是無菌 它本來就含有菌 因為你用過 你拆封之後 你用過第二次 它上面就有流細菌在上面了 第二次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把細菌帶到那個傷口上 所以這個部分 不管你有沒有沖洗乾淨 你用的那個東西 其實就是已經有帶菌了 所以你會 導致一個感染的風險 如果你燙傷的時候 最主要這個部分 你還要去沖 一定是 沖 脫泡開 送 對不對 沖要三十分鐘 一定要三十分鐘 很多人會忽略到 沖的這一個部分 直接就說我就抹上去 然後另外一個傷口的部分 真的要說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用 我們曾經遇到一個病人 很誇張 他傷口的確是比較大了一點 他把那個傷口 撥開 為什麼 然後把那個擠到那裡面去 好鬧 他就想要做這樣子就可以 他以為吸收比較好嗎 可以 直血 他覺得這樣可以直血 怎麼會這樣 他這麼厲害 結果他就真的就是 凝在裡面去 連那個血管 都把它凝固 所以那個傷口 根本就沒辦法 也沒辦法清 你那腕子應該做裝潢的 他以為是用那種 他就把它當作 像吸力控風膠那樣 把它封上去 真的 他用法完全是不對的 真的 大文 你今天擺台是要賣什麼 對 我家裡有個產品 因為我最近就是 在玩那個走路的遊戲 走路 你說明書 我也是 我也是 很痠痛 所以只要看到貼布 一定馬上買下來 Oh my God 你買太多 你賣太多 而且你這個是各國的對不對 對 就是 有日本的 然後 大文走的是泰國路線 也有 日本的泰國路線 真的耶 但是我最推薦 我最喜歡這個 真的嗎 真的嗎 這個不得了 我跟你講就是 我看這個很強 奇蹟 奇蹟 因為他會跟妳說 我也啦 我也啦 妳有沒有一樣的嗎 我現在 她現在會怎樣 妳不舒服 我脖子有點不舒服 脖子咧 脖子 脖子在哪裡 妳說脖子 我們都是家庭醫科的 真的 真的 有沒有 這個人家沒過期吧 沒有 我信的喔 可是你貼我的 我的比較保險 有 有 有一點涼涼的 我們以前用這種 對 對不對 然後我跟妳講 女生用這個 她這邊這裡的毛 整個撕下來 妳就在哭 然後後來我在日本 也是發現這個 然後重點是 它可以貼下面一點點 對 然後可以針對 你的穴位去貼 可以幫我貼上面一點嗎 這個很舒服的是 它的那個 到最後會變很燙 你知道嗎 它超熱 會發熱 對 它會發熱 它這裡有寫發熱 很羞是不是 它可以當 冬天的時候當暖暖棒 妳這個棒頭帶回家還更誇張 這個真的是可以這樣貼的嗎 專家 又不行 沒有一個人在場 看得懂 它上面寫的成分 成分不明 第二個像她都已經貼 四 三 四 三 四 幾片 你根本 我相信她有效 可是她一個訓問 不是就三個嗎 有時候 有些人真的會貼很多片 我曾經有一個三十歲的女生 她真的就是很痛 從肩膀痛到她的腰部 她就真的整個 就這樣給她貼下去 貼了十幾多片 十多塊二十了 十多片 對 然後她 她就會一直這樣子貼下去 一次就會貼這麼多 結果她的濃度過高之後 導致她急性的腎臟衰竭 不要 不要 不要浪費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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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不知道 它上面會寫說 她的穴位是什麼東西 可是你 你有些人會以為說 這麼多 這麼厚一片 這麼多的話 是不是一次貼完 還是說每個穴位都要貼 一般來講 這些不管是 酸痛的 藥膏或者這些貼布系列 它裡面含的東西 大概幾大類 一類就是以前 就是主要是發熱用的 你一定想說 滴郭辣椒糕 對 就活辣椒糕 對 它裡面的成分 可能就是讓你比較溫熱 可以活血這些東西 對 可是比如說像大文的 買的這個裡面 這個就酷了 它是含有這種 我們叫做這種 精疲吸收的消炎劑 也就是說 有一些它的酸痛藥膏 它含的是我們所謂的 非類部純的止痛消炎藥 你知道有些人對這些 非類部純的 消炎止痛藥是 過敏 它過敏可以多嚴重呢 它過敏可以整個 眼睛腫 嘴巴腫 甚至連喉嚨都腫起來 變成休克 都可能 之前有一個老先生 他就每天都貼 貼貼貼 有一天他就是農夫 突然間就暈倒 暈倒送醫才發現什麼 老先生呢 他其實是非常嚴重的缺血 然後他其實非常嚴重 那種 胃潰瘍 胃出血 為什麼呢 因為他等於長期在吃這種 非類部純止痛消炎藥 那這種呢 有些的某種的畸形是 很容易造成胃潰瘍 胃出血 所以它是因為等於是 急性的胃的大出血 他臉就死掉了 那我想問 如果是像那種磁石的那種 我們就可以貼吧 它應該是沒有藥的成分 它是物能性的香水 那種水就可以吧 真的太貼很小 服服我覺得很讚 我覺得你們那個都是化學的 我最疼教你們 妳沒有用化學 補水吧 你們知道還有一個 更好用的東西 就是百靈油大家聽過嘛 對 酸痛是不是就擦一下 然後有時候提神有沒有 很萬用 這樣用一下人中 或是想睡覺的時候塗一下 有時候太陽穴 然後肚子痛一下 抹一下肚子 而且我最近發現它有一個 很神奇的喝法 就是它可以加入 它是用喝的 它是用喝的 其實有時候它可以喝 對 對 他們在德國的用法就是 對 我想問一下 因為真的有人這樣喝 西式喝嗎 西式可以 就不是單喝 我約莫認識大概有 三四個德國人 他們說他從來 從小到大沒有看過這個 也沒有看過 也沒有 沒有 不是 我只是想問一下 都是台灣人在買的 所以本地人不用 我想問一下那個 醫生跟專家們是真的可以這樣喝嗎 不能用 有些中立 中立的原因是因為 我自己也買過沒有 有喝過嗎 有喝過嗎 我印象中它裡面應該有一些 薄荷醇 對 那薄荷醇第一個是對某些體質 比如說台灣有些客家人 他可能又有一些這個 蟬 蟬痘症地中海 蟬痘症地中海 不知道能不能吃 第二個是有些人會說 那涼涼的在小朋友胸前大大的塗 他會覺得呼吸很癢 對 其實小朋友也不能用 大面積的這種薄荷醇 對他們身體是有問題 薄荷醇的部分 是裡面的最大的一個成分 所以它寫在低一點 對 但是最近有些人會發現 它不是只有薄荷醇 它還會架 酒精的部分在裡面 所以你要很小心出 有些人還會對酒精過敏的人 就不要去碰到這一塊 當然我曾經真的有遇到一個 他剛好是從德國 布蘭克福的機場 的部分要飛回來台灣 在飛的過程中 他就覺得頭暈不舒服想吐 對 然後他真的就吐了 大家飛在飛機上面 要回台灣的都有伴手禮 就是就會買這個東西 真的 所以很多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 那不然你試試看 那這個女生呢 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他到底能不能用 他從來沒用過 所以他就開始磨 剛開始覺得還好 所以就多磨一點 然後他就開始就不對了 他就覺得好熱 好不舒服 馬上就出現 就整個下半脖子 跟下半臉的部分 他磨的地方 然後就趕快 把他帶到廁所邊 趕快給他沖洗 可是沖洗完之後 他的那個 嚴重到就變成水泡 那回到台灣的之後 他就是被 皮膚科發現 他就是 過敏的到天泡瘡的地步 然後這個天泡瘡 那個水泡之後 就導致永久的疤痕 OK 他不就有點毀人了 就流成永遠的疤 就像燙傷的脖子 下半臉的部分 趕快丟掉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如果你對這個過敏 要很小心 能讓你知道說 你不會過敏 你會不會這個過敏的話 放在你的手臂 手臂 內側的地方 稍微一點點先抹一下 就像第一箱水這樣子 低一點 一點點 先測試一點點 留五到十分鐘 我建議如果你本身 是比較過敏體質 留到十分鐘 去看看他會不會有過敏的反應 但是這個只是外表的使用 並不代表你可以內服它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我覺得除了這些 我們很愛買之外 去日本還有一東西 一定要買 就是 對 一定有 而且一定不只一罐 對 兩個不同的 之前就很流行這種 就是裡面有加 維他命E促進代謝的 這我都看得懂 他有寫中文喔 醫生 然後什麼 類型成 對 然後這裡有寫 白目 有沒有 白目 對 消紅血絲 對 消紅血絲的 不是說你這個人白目 然後那種 這個呢 它是疲勞去除的 像我們常常用什麼3C產品 這樣這樣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這個大家之前應該也 超涼的 超涼的 酸感 黑色的 對 你一想睡覺 會覺得眼睛疲勞 你一滴下去 醒了 對 你又醒了 然後我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我跟妳講它是 我這樣睡覺用 它這樣 氧潤水 晚上睡覺前滴 你早上起來覺得 眼睛就不會乾乾的 對 你確定要不要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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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嗎 這個 YES 有瘋狂狂 不行 有 現在在做那個 眼藥水的包裝的話 都是小條小條小條 對 凡是用完 或怎樣用完 我們最怕的就是大瓶 甚至我們有些 在醫療用的時候 我們會跟你講說 在一個禮拜內 拆封之後沒有用完 可能就丟掉它 不要再繼續用 我都輕輕的變質 我還是會用 冰在冰箱就可以吧 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的人的部分的話 它有分不同的功效 有不同的藥劑在裡面 有些眼睛會癢的人 它會有加那類固醇的部分 幫你去做這個部分抗癢的 如果你滴錯了 你自覺的 你這個是這個症狀 但卻又不是 然後你又用一個已經 拆封過的就會很有問題 我真的遇到一個病 它在包包裡面 就是放了一瓶很大的一瓶 那一瓶是做過敏的一個狀況 結果它的眼睛是感染 它那一個是 它其實是滴過了 它外面的那個 頭上面已經帶也有一點那種 黃黃的那種狀況 然後呢 它就繼續點 因為它覺得以前點的有效 現在眼睛不舒服 繼續點這個藥 應該也會有效 結果點了發現 越來越不舒服 它就覺得說 是不是我點的不夠 它就加倍的去點 它的感染就越來越擴大 整個擴大到裡面去 整個都是化膿的情況 那個已經整個就是感染到整個眼球 非常的嚴重 非常非常的嚴重的情況之下 到最後它整個是挖出 挖出 挖出 它比較特殊的菌種的感染 但是它點的內固醇的部分 又加上另外一種感染 所以它是多種細菌的感染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很多人用眼藥水以外 它有一個叫洗眼液 不曉得它成功 對 那這叫眼藥水以外 有機裡面有東西 或是會洗出白白的 洗出白白的 對 對 我跟妳講 我們真的遇到一個女生 她的眼妝都沒卸 就直接用著洗眼衣這樣 摳起來 然後在裡面掙扎 那你才寫太扯了 把她的妝的化學 跟她那個夾睫毛的膠 融出來 然後戴到眼睛的角膜上面去 結果角膜就化學濁傷而受傷 那角膜是很可怕的 因為她沒辦法自我修復那麼快 通常都是要做遺址 那眼藥水到底真的有沒有用效 那些有那些功效 是有 但是是照妳的需求 然後 要在時間內用完 這種CC數應該要在什麼時間用完 它講的那個日期是說 我這個東西在沒有拆封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保存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兩年 是沒有拆封的情況之下 對啊 一旦拆封它一定會跟你講 一個禮拜內要把它用完 怎麼可以拆封的 怎麼可以拆封的 今天真的要進行一點點 所以今天這個眼科會跟你做 都是一條一條一條單次用的 我還是原來的說法就是 不是這個產品的問題 是用的方法的問題 對 比如說呢 美白這種會 瞬間讓你白目的 那你要注意 如果你常常點 有些人會有那種 突然間眼睛變爆紅 因為它是一個 對 它讓你血管收縮 但你長期使用 它有時候反而會變嚴重 這應該就是內用了吧 內服 內服藥品 內服一定是有 胃藥 對 胃藥 然後是感冒藥 感冒藥 這個呢 是我媽媽跟我強力推薦 這很厲害 大家都有買 她說我跟你講 人不舒服 一包下去 馬上要到病除 然後我跟你說 我就聽她的 我吃一包 半條麵才都沒有 為什麼 沒有 因為我跟你說 我後來就發現 真的有體質這件事情 因為她吃OK 我吃 我整個人不舒服 而且我還心悸 然後我後來就是 醫生就跟我說 裡面的成分 有些人會比較敏感 我跟你講 這是加強版 超級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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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我之前有個朋友 她很壞心 她的流感沒有跟大家說 還出來聚餐 這麼酷 對面我回家的時候 開始整個鼻子 是這樣水龍頭 封鎖這個朋友 我三天內走完這個流程 要到病除 真的 真的 你明明是前面 你怎麼選擇還要選擇 你一定要 我本來有一個金色版 被我吃完了 那妳知道他們其中的差別嗎 我跟妳說 我其實不太懂 但我就不太懂 那你來的嗎 你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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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覺得顏色很漂亮 我跟妳說 對 要超級顏色 超級顏色 我跟妳們講 我大概知道 這個粉紅色就是 對 那裡頭 OK 那個白色的 它有寫樂 應該是幫你解樂的 解樂 妳說的 解樂 解樂 就是當初 她 解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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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銀色 銀色還是頭痛一樣 譬如說妳頭真的很痛 在吃這個 我今年剛迷上滑雪 對 然後滑雪新手是 一直摔 對 妳的前兩天妳會痛到 妳忘記妳自己是誰 我真的痛到我睡不著 我就吃 那晚很好眠 然後 但是買一盒就夠了 妳買那麼多要幹嘛 不同功效 不同顏色 妳放了也覺得很快樂 我那時候去 是很豐富的感覺 我那時候去滑雪 五天我每天早上起來 吃完早餐 我就課這個EVE 我感覺 我又要再去滑雪 趕快問一下專家 真的你們要舉什麼牌 好可愛 真的 這樣可以 好可愛 這個很有名 它會在排行榜很有名的原因 是因為它真的是有效 但是問題不是產品 是使用的人 又是 它是藥品 它不是食物 它不是保健品 它是藥品 你一定要看清楚成分 因為成分會咀嚼 就是你到底發生了 什麼樣子的副作用 那我遇到的一個 是真的滿嚴重的 就是一個女生 她本來就有長期的 胃潰瘍的一個問題 那覺得胃藥呢 對她來講沒有效 她要吃胃乳 那種特殊的一種胃乳 吃下去馬上就不胃 會痛的 她超喜歡吃那種 那胃潰瘍再加上 菌血來的時候 她會嚴重的貧血 之後覺得氣色不好 就去做醫美 因為醫美很多人會覺得 做醫美是在氣色不好的時候 要把它做好對不對 相反 做醫美是要在身體狀況 良好的時候 才能做醫美 不是身體狀況 不好的時候做醫美 所以她就去醫美的時候 就說我氣色不好 請你幫我處理一下 所以她又很怕痛 所以她全臉就抹了麻藥 讓她不痛 就做了擂射 結束完了之後 又怕痛的情況下 她打了 就是含有麻藥的 玻尿酸 她又打了 含有麻藥的肉毒 然後打完了之後 她就覺得有點頭暈 人家說那會不會是你的貧血 導致這個部分 所以就給她喝點水 有沒有好一點 她說喝點水有好一點 那裡面的醫美的人就說 那你要記得要多喝點電解脂水 我們等一下下去的時候 轉彎有一個7-11 你可以到那邊去買一些 運動飲料再多喝一點 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多一點水 結果她的確下去 到了轉彎的7-11的門口 倒下去就死掉了 死掉 直接死掉 胃藥的部分 喝的那個胃乳 常常會含有一個成分 就是含有麻藥 麻藥其實是 西醫拿來做的心臟用藥 她把心跳壓低的時候 所以會抑制你心跳的一個麻藥 在英文上面跟大家考一下 這個就是我寫的 這有三個英文名字 兩個是胃藥 一個是麻藥 老師 我們這邊有英文膏 這個太 完全不會用到 這太生命膏了 對 這個很奇怪 這不是生活用語 好 為什麼會放到這個字語 會有些A-I-N-E A-I-N-E A-I-N-E就是很多的 這一類型的麻藥的 英文名字的後面的字部首 所以你只要看到 A-I-N-E的西藥的成分 它是麻藥 不是止痛藥 麻藥跟止痛藥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心臟用藥的麻藥 會出現在你的醫美裡面的藥膏 做麻臉的時候 你的玻尿酸止痛裡面 也是這一個麻藥 你的肉毒加的麻藥 也是這個麻藥 所以這個女生吃了 這一個味藥含有同類型的麻藥的作用 吃到胃裡面量過多 加上打到玻尿酸 肉毒 還有敷了麻藥 這個麻藥的濃度一次進到 她的身體裡面過高 導致心臟麻痺 最後一個那個是什麼 這個是定狀的口服的味藥 這個也是味藥 所以你看到A-I-N-E 你要很小心 她是麻藥 不是止痛藥 所以這個第三個還好嗎 對 所以這一個的話 其實大多數還是會希望有醫師 去幫您去做這一個部分的評估 比較常買到的EVE 它裡面不會有這些麻藥成分 但是裡面會有台灣藥害 排名前三名的一個東西 叫一部落分 它是就是一個止痛消炎藥 那EVE特別有用常常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副方成分 之前有一個女生就是吃完之後 就發現全身開始大冒疹 才知道原來它對裡面的 某個止痛成分是過了 因為是副方 對 所以你要清楚說 假設你是對EVE過敏的人 因為它在台灣算是 藥品過敏前幾名的 那你就要小心 你買的那個有沒有這個東西 真的喔 一買藥妝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還沒有出現 是什麼 我猜猜看是不是 美妝保育 一定的 謝謝 我跟你講 最近我只要拿出這個 這是什麼 大家都會露出羨慕的眼神 對 這真的應該很厲害 這是什麼 我跟你講 大家最近發現這一格 可以拿來遮淚溝 而且只要一點點淚溝就會 而且是每個角度看 你的淚溝都不能淚 整個櫃位都沒了 妳是一號色嗎 妳在哪裡買的 我就是每次只要路過 任何一個美妝 我就會進去看 就被我看到一兩盒 所以以後男生要看什麼牌子 妳有興趣是不是 真的買給老公 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女生喜歡買的 我跟你講 現在泰國的便利商店超好賣 泰國派 因為它的便利商店 已經有超多 小東西超多的 很小很小的 還沒有 我看到是蜜桃吃的那種 對 那種純泥純釉柚 什麼的都買得到 而且它都超顯色的 對 它就是這樣一點點有沒有 很快就用完了 然後就可以用下一支了 就像醫生說的 這樣就不會有保存期限的問題 這個最新鮮的 對 它的那個眼線品 因為泰國的天氣跟台灣很像 對 所以它不容易脫妝 然後顏色又很卡住 超讚的 而且泰國的眼線都超黑 超好黑 身泡你看不到 超讚 對 所以去泰國 現在大家都喜歡 少一些化妝品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們會一直很注重防曬 就是因為我們很想要美白 像我們去韓國 美妝店裡面就韓國女生 每一個人皮膚都又白 又亮 就跟燈泡一樣 很特白 真的 然後我之前每次去韓國或去哪裡 我都研究他們到底是怎麼那麼白的 譬如像什麼美妝 保養 什麼CC霜 BB霜什麼我都用過了 結果我後來發現他們是用吃的 才會油內而外的透亮 對 然後之前那個韓國女神 孫英禎她不是很常喝一個膠原飲 很好 對 他們家一系列都超讚的 然後我一個姊妹 她前一陣子喝完之後 她白得跟思佳姐一樣 真的是閃閃發亮 你知道嗎 會發亮的那一種 對 然後我自己就想說 天啊 那我也想要喝喝看 我喝一段時間之後 真的有茶 然後她現在是我包包裡面 必備的單品 我今天就帶來給大家喝喝看 耶 就是這個水光飲 喝一包就等於一瓶的水光安瓶 超厲害 而且它榨水的等級 屁免韓國現在是不是很紅的 一個水光課程 有 然後它裡面有很高濃度 就是韓國現在特歸的玻尿酸 而且還有玄米萃取的神經吸氨 這兩個聽起來都很厲害對不對 對 光聽說 玄米萃取得很強 對 這兩個就是補水保濕的成分 所以我們每天這樣喝 就可以補水 然後有健康的狀態 所以它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喝 還是有晚上或早上什麼之類的 隨時隨地都可以喝 可是其實我們只要喝一包就好 像我現在手上的這個呢 是水蜜桃口味的 很好喝 大家喝喝看 真的是好喝的那種耶 因為有一些我自己喝過 就是我會覺得不習慣 但這個真的是很香很香 它淡淡的甜 不會到太甜 因為有些濃縮 你喝到裡面就很甜 但這個還好 而且它嘴巴裡面 都是那個果香味 對 而且不是假假怪怪的那種味道 對 因為它這個呢 其實是 它沒有添加任何的糖分 還有調味劑 水蜜桃的味道 對 而且這個裡面呢 它含有一個很厲害的 這水光眼裡面有一個 冰晶 番茄跟白梨爐醇 這兩個成分 這兩個成分大家也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成分呢 它是可以降低我們的自由基 而且抗氧化 而且它還有維生素C 就可以促進我們膠原蛋白的生成 所以我們這樣每天喝呢 就可以360度的 從內而外的美出來 真的 每一串肌膚都有 膠原蛋白的感覺 對 空空潤潤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你就是笑啊 或是在講話 都會有一些細聞跑出來 有些小朋友不懂事就會說 阿姨 阿姨 就會出來 我就講什麼啊 那個剛剛我們是阿姨 這樣子 對 真的 保濕的感覺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女生 只要保濕做得好就會逆鈴 像我前一段時間還沒有喝的時候 我就臉很乾 所以像我們乾性肌膚的人 我們每次上妝就很容易脫妝啊 卡粉 卡粉啊 然後每次錄影之前 還沒開始錄就開始掉妝了 然後上妝看鏡頭就很崩潰 然後我喝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覺得整個那個狀態 就是不一樣了 就有水 就不會那麼乾 對 然後我化妝師也說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因為我上次在另外一個節目 看到妳 妳是偏黑的 對 而且那個燈光 妳想要選一家健康 不會啊 我今天喝到 學號亮起來 我是真的有說到 妳怎麼那麼差 連燈光師都會說 妳可不可以不要穿黑色的 妳太黑了 就是會這麼深 像我現在喝到一段時間 大家看得到我現在裝飾真的不夠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有差 所以我現在覺得補水 或缺水的時候 我就每天喝一爆這個 整個狀態都不一樣 只要每天喝這個呢 就會保持一個很方便的方式 就可以讓我們有青春 美麗的狀態 真的 我覺得其實漂亮很簡單 就是妳持之以恆 就會看到效果 但如果你從一半就斷掉 或是妳一喝 就覺得 怎麼沒效果 因為妳要有一段時間 對 而且它這個 其實真的是 皮膚乾或是缺水的時候 我們就像飽水一樣 像水光症一樣 妳喝下去立刻就有感覺 對 真的是過了25歲之後 突突摸我真的要用喝的 真的是真的 要內服 對 而且我教妳一招 妳以後看女生的皮膚 妳不要只看臉 妳要看身體每一寸肌膽 對 肌蓋是真的 那個就擦過來的 女生只有保養臉而已 我要看說是脖子後面 你的手肘 一看就知道 手肘 對 看她認不認真 看一些小地方就知道 所以只要美麗 很簡單 喝就有了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顆 營養補充 營養補充 對 真的 我有一個大推的 就是像韓國藝人都在喝 這個超誇張 它是一個德國的廠牌 然後就是在韓國做的 它上面是這個藥劑 又被人打開了 下面是喝的 然後這是維他命 上面是那個吃的 全部來服用 那效果是什麼 我跟你講 喝了之後整個很像被打的那種 就是那個 妳好潑 聖靈足球的魔鬼都一樣 為什麼 精神反貝 精神超好 所以它是有維他命B 還是什麼什麼之類的嗎 我自己大概試了三個禮拜 我跟你講 真的就是 每天啊 妳每天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跟妳講如果拍戲的話 真的超級需要 可是妳這個不會累 可以維持多長的時間 因為如果妳每天吃的話 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 不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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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好像是來賣藥的 對 去日本一定要買這個吧 這不是 那是什麼啊 荷麗 她命 你們不知道 有了 有吧 而且我跟妳講 我那時候也是 這樣子買的 這樣子 我那時候我本來看到這個 我姑姑說 她最近想要吃這個維他命B 她直接拍照給她 說這個現在台灣也很紅 然後都搶不到 我那時候就剛好看到我就買 然後每個人都送 趕貝超開心的 真的 對啊 這高級品耶 高級品 還有寫GOLD GOLD 你追求顏色對不對 我想請問兩位專家 你們覺得這個是YES或是NO呢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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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知道 沒有一個成語 我們不是花你們的錢 還是你們是針對宇軒 其實沒有 我們是針對說 好的產品落到不知道怎麼使用 又是人的問題 又是人的聲音 但宇軒姐只會說 這是GOLD 好厲害喔 不錯的 B群大家都知道很好沒有問題 然後 那一個B群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有很多種類的 大概有八種的不同的 一個B群是可以加在裡面 但是很多的濃度 會有超濃縮的 像你那種東西 你都不知道它濃縮倍數有多高 但是最新的研究 告訴我們B3 Niacin的話 每天最多只能50 但是很多人可以吃到1000多 因為超濃縮 超濃縮 那他們1000多的時候 在做到什麼程度呢 他們發現說 其實吃到1000多的 它可以幫你降血脂沒有錯 可是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副作用 就是會導致 腦中風 心肌梗塞 會讓你的血栓增加 還有肝臟會壞掉 血汁回來了 後果就是腎臟壞掉 肝臟也會壞掉 肝臟也會壞掉 它的劑量就是1000毫克 是很高的劑量 都很高的 因為它每天吃 我之前的朋友是每天吃 一年之後去檢查 想說去年沒有的節食 結果今年就會出現 所以罐可能就是要大量喝水 因為你這至少都是水溶性的 所以你可能要大量大量的喝水 把它代謝掉 好可怕喔 因為像大家都是不回咧不回咧 我是很容易就是 就是因為我真的自己在創業 所以我每次睡覺前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說 天啊 我今天有什麼事情要做 然後明天有什麼事情要做 尤其是隔天一大早 如果要開會的話 你越知道要早起 越睡更早 真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聽說那個退黑激素很有 像因為人家被人說 所以譬如像說 我們非出國 調時差必吃 然後這個還滿酷的 它是用噴的 噴的 所以我如果失眠的時候 我就會噴一下 它就是舌下 然後就立刻就會有睡覺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滿神奇的 會讓妳好睡 我有一個好棉粉 然後它裡面還有益生菌 它是不是可以讓妳睡覺 妳又是在字面上的說嗎 對... 像是藍色 它就相信 它是藍色 就是 好睡覺 有月亮 有月亮 你隔天早上起來還會 會看到月亮的 快這樣子 然後立刻就立刻就立刻 就立刻就立刻了 真的啦 你們怎麼這樣子啊 有立刻就立刻就立刻了 像那些米粉 我跟你講這個還滿有效的 因為我那時候去日本 然後因為日本的 不是時間比較快嗎 我們有時差一小時嗎 然後我那時候去公 一小時就睡了 其實要睡不著啦 不是不著啦 不是不著啦 然後請問一下 一小時調的意義是 對 因為我在台灣很晚睡 因為我在台灣兩點睡 就等於我在日本是三點 一點 這差很多耶 對 我覺得好嚴重喔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去工作的時候 那妳不要去美國 我跟你講 妳調到不知道要什麼時候 我會跟她買食包喔 我那時候去工作要早起 然後我就怕我睡不著 然後我就一吃 我不吃還好 一吃驚為天人 我那個工作直接睡過頭 蛤 真的嗎 妳是太累吧 我不曉得 然後我就是鬧鐘響了 我也沒聽到 然後我是被經紀人 蹦蹦蹦蹦蹦蹦蹦 敲門了 我覺得雨萱的話 我們聽一半就可以了 妳是講真的啦 我覺得雨萱不管吃什麼 她都會睡過頭 對 所以醫師我們這些 幫助睡眠的 你們覺得是OK還是 Yes或No呢 也不行 我沒有舉過藥室 退黑激素的部分 為什麼在台灣 不能公開的蛋賣 那個退黑激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在上面絕對有跟你寫 它會產生不孕 還有婦科相關的問題 所以如果婦科癌的部分 還有腦部的內分泌的部分 你如果長期使用 的確會產生 未來不孕的問題 它上面有寫 睡眠的東西 會常常會有一個成分 叫GABA 那GABA的成分在裡面之後 你要特別要去注意 它其實就是我們 安眠藥的學名 如果你含有GABA的部分 你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有時候 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你多吃了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它就是安眠藥 它就是安眠藥 所以一定要注意 怎麼會這樣吃 不要覺得別人吃就跟著吃 沒有錯 不要看到乳酸菌 然後有月亮 然後就睡會睡覺 不想睡覺 不是保健性美 什麼意思 台灣高激量的退黑激素 是作為藥品管理 所以你們自己要注意 它到底是幾毫克 吃太高激量的時候 會影響第二天 所以注意要自己看 你吃的是幾毫克 真的 不能過量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們買了很多東西 覺得是很有成就 但一直被兩位打成 對啊 但它只是要提醒我們 要注意自己吃了什麼 可能不是東西不好 對 可是你要知道 怎麼吃是最好的 對 我們要小心喔 好的 我們 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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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下次見囉 Bye 謝謝大家